我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人 经常会有朋友想让我拉琴给他听 那我一般都会说 哎,你想听什么呀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朋友啊 他第一个想听的曲子都说 哎,你会不会拉卡农 每次我的朋友们如果给我提出这样的需求呢 我的内心呢 都是非常崩溃的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来跟你讲讲为什么 我每次听到这种需要让我拉卡农的需求 我的内心就会非常崩溃 今天啊 要来集中的讲一下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卡农跟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音乐有非常大的关系 当然了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音乐家其实还是不少的 但是呢 如果要说重要性的话 我认为你主要要知道两个音乐家 第一个呢 这个人叫做Giovanni Palestrina 当然Palestrina也是他的一个地名 就塔雷斯特利娜出身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家 然后他的主要贡献呢 就是在他手上把两个形式的音乐 发展的比较完善了 第一个呢叫做弥撒曲 我相信你多多少少都听过弥撒曲这么一回事 那什么是弥撒曲的 弥撒曲呢 可以说是西方的古典音乐最早的一种音乐形式 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说 文艺复兴时期啊 虽然艺术开始复兴了 开始发展了 开始蓬勃了 但是本质上 他最开始服务的对象 依然是宗教 依然是教会 给艺术家来一个委托 说你给我画一个什么圣母升天的这样的一幅画 等等等等 那音乐也不例外啊 所以说一开始音乐的最集中的一种形式就是弥撒曲 为弥撒这样的一个宗教仪式进行谱曲 弥撒呢 是天主教专属的神圣仪式 他其实是去重现 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 然后升天 然后赤免了世人的罪恶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你一定非常熟悉在各种影视作品当中看到所谓的圣餐仪式 吃饼 喝葡萄酒 但是弥撒呢 整个过程当中呢 他有神职人员去各种讲啊 光讲的话那就是非常无聊的嘛 所以说呢 为了增加仪式的神圣感 那么音乐在里面就起了一个大作用 所以弥撒曲这个东西啊 就被发明出来了 比方说之后我们会讲到巴赫 你会知道巴赫 他有非常多的 非常著名的弥撒曲 包括 莫扎特的 安魂曲 其实也是一种弥撒曲 弥撒宗教仪式呢 不光是做礼拜的时候去赞颂基督 他逢年过节啊 圣诞节 复活节 教宗 幻见选举 等等 都可以有弥撒曲的出现 不同的弥撒曲在不同的仪式当中呢 他会有一点点小的不一样 比方说莫扎特 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加冕弥撒》 就是专门给加冕仪式用的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还清楚了记得有一届新教皇上任的加冕仪式过程当中 就是由卡拉扬带领的柏林爱乐团 演奏的莫扎特的《加冕弥撒》 所以说弥撒曲呢 是这样的一个为各种宗教仪式服务的这样的一种音乐形式 之后呢 古典音乐很发达了呢 那都是一个合唱团 搭着一个交响乐团去给他伴奏 但是呢 在泰勒斯特利纳文艺复兴时期的弥撒曲 完全是无伴奏的 纯人声的合唱 甚至有同声合唱团 他全曲呢 都是有极定的歌词的 而且都是以拉丁语写成 它是有非常严格既定的结构的 一般来说 弥撒曲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段呢 叫做慈悲经 所谓的Kilia 他从头到尾就是唱Kilia 从头唱到尾 讲述上帝对人的慈悲 歌词翻译过的大概就是 上帝请垂帘我 第二段呢 叫做荣耀经 Gloria 来赞颂上帝的荣耀 第三个呢 叫信经 信仰的信 Credo 来表现信徒的信仰的坚定 第四部分呢 叫圣灾经 Santos 是来赞颂了上帝的成圣 最后一部分呢 叫做高阳经 就是说 耶稣把自己当成了高阳一样 奉献给了上帝 这个是弥撒的一个标准的结构 那么在不同的情况下呢 不同的作曲家 还会加入不同的小的段落 比方说 莫扎特的安魂曲当中 有非常多的这么震怒之日 我们之前听过的 讲末日的审判 那幅壁画的时候 吹长号的那个天使 它就有一个叫做号角响彻四方 这个就是弥撒曲 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 作曲的技巧啊 还没有上升到一个很复杂 很高端的一个层次 所以说呢 那个时候的音乐听上去 都有一种 讲好听了叫空灵 那你如果不太满意呢 你可以说这种音乐 它就比较空洞 像我并不是太喜欢 听那个时期的弥撒音乐 因为实在是对我来说 有那么一些空洞 好 这个是Pelestalina 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就是在他手上啊 弥撒曲这样的一个形式 达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一个比较完善的形态 那他的第二个贡献呢 就是对副调音乐的 体系的一个确立 包括之前我们第七周的时候 讲尼德兰的画家 杨法艾克的时候 我们通过他的一幅画 看到了里面 烫尸般的两排的小孩 口型不同 我曾经大胆的判断 说那个时候 已经有副调音乐了 确实如此 在Pelestalina的手上啊 副调音乐 就达到了一个 比较成熟完善的一个地步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什么叫副调 我们现在如果你说去唱一首歌 一般来说呢 都有一个所谓的主旋律 其他的这些音乐 都是给你伴奏 那它是有一个 一主一俗关系在里面 但是在副调音乐当中呢 就不存在很明显的主角和配角 它由不同的角色同时演唱 每个人都演唱不同的旋律 然后不同的旋律呢 它的关系相对来说 是比较平等的 在时间的进行过程当中呢 它们有不断的交织 不断的互动 可以产生一个 非常丰富的音乐感觉 这就是所谓的副调 那我现在来回答一下 为什么我的朋友们 找我拉卡农的时候呢 我非常崩溃 因为卡农 它不是一首曲子的名字 它是一种特殊的副调形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卡农 它是一种副调音乐 但是呢 它是一种特殊的副调音乐 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来说卡农 是三个声部或以上 这么多声部同时演奏的音乐 但是 每一个声部演奏的音乐 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这个要为了 那如果大家真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怎么存在副调呢 那不就是个大骑奏吗 那你为什么自己还拉不了呢 答案是这样的 卡农胎 有意思就有意思在 虽然大家演奏的音乐 是完全相同的 但是 它们出来的时机不一样 比方说 最著名的 你一定耳熟能详的 TakenBell的 地大调卡农 那为什么要三个人演奏呢 虽然三把小提琴 每个人演奏的都一样 但是 出来的时机不一样 它们是分别错开两小节 先是第一个小提琴 第二个小提琴 它出来的时候 跟第一个小提琴 完全拉的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第二个声部的第一小节 和第一个声部的第三小节 两个同时演奏出来 它就会出来一个很和谐的和声 这个时候 进到了第一小提琴的 第五小节的时候 第三小提琴的第一小节又出来了 这样就是三个声部的音交织在一起 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和声 所以这个特别像我们 中国古代说的一种诗 叫做回文诗 就是说它以一种特殊的排布方式 尽管每一个声部 演奏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由于出来的时机不一样 这等于是 自己跟自己招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 特别有趣的效果 所以我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 拉出三个声部的音乐的 这种丰富感 我一把小提琴是做不到的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 别人教我拉卡农的时候 我是特别崩溃的原因 你一定要记住啊 以后你要说 你喜欢什么曲子呢 你千万别说我喜欢卡农 因为卡农是一个曲式 一种作曲方法 不是这首曲子的名字 你如果要特指 你喜欢那首卡农呢 你一定要说是 Packenbell 第一大调卡农 一定要 Be specific 一定要讲得清楚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给你介绍这个 非常重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 音乐家作曲家 叫Palestalina 帕拉斯特里纳 当然他的名字叫 Jovani 那由于篇幅的问题呢 下一位特别重要的音乐家 蒙特威尔蒂 我会在下周 再给你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讲解 好 那么今天的小天使是了 我来告诉你啊 为什么天主教国家的饭菜 以及酒都比较好 比方说意大利的红酒 法国的红酒 然后法餐 义餐 都是非常美味可口的 相比之下呢 这些新教地区 比方德国 德国有什么 那不就是个猪手吗 包括英国 英国有什么 那就是菲扇chips吗 葡萄酒相比 法国跟意大利就差得很远 这个原因啊 就是在于我们这集 不是一直在讲弥撒曲吗 这个弥撒是个宗教仪式 其中有一个环节 就是所谓的领圣餐 你要吃耶稣的身体 和喝耶稣的血 耶稣的血肉啊 分别就是特殊的饼和葡萄酒 所以说呢 葡萄酒是代表的是 耶稣的血液 所以说天主教 它是个仪式感非常重 非常注重物质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宗教 所以说呢 他们对葡萄酒的质量 是非常看重的 包括到现在 法国也好 意大利也罢 最好的 最棒的 最值钱的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的这些 葡萄酒 就出产自一些修道院 传说当中 最高级的葡萄酒是 哪一个修道院出的呢 叫做罗曼尼康蒂 胡曼尼康蒂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修道院 他们家的酒呢 是你有钱都买不到 只能去拍卖会买 所以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 天主教国家的葡萄酒 都比较好的原因 都不懂 我一人在和狗来的 也不懂 我一人在和狗来的 我们在和狗来的